大家好朋友 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晚沒有鏡頭 今天要收一收你一些東西 所以下星期見大家 星期五才見大家 今天自己和大家主持今集的節目 因為Ice去了泰國玩 他昨晚有問我龍龍的 我說我做不及 我說我未做得及 因為現在一腳踢 基本上每天都做不及 不睡覺也做不及 很糟糕 不過不要緊 自己是自己選擇 自己喜歡做的工作 所以就無所謂 話說說說無聊的事情 只有一個人說 話說我近一年放了很多東西上網 YouTube給人看 放上YouTube給人看的時候 我有時開放一些留言 有些人留言留一些無謂的東西 或者他PM過來 有些人聽完就會罵人 會PM罵你 我十幾年做這個節目 你們說什麽我都無所謂 但是近來有個人留言給我 他不是罵的 他有件事就跟我說 我就覺得很好笑 他說你經常說外面 又說外面怎好怎好 又說去哪去哪 他說香港你去完了沒有 香港去完了沒有 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我一輩子 然後我聽完之後 我就心想去完和還沒去完 那又怎樣 去完就更厲害了 你去完嗎 我心想你香港全部都去完 赤柱去過沒有 赤柱不是玩那些 監獄去過沒有 石壁監獄去過沒有 坐牢沒有 和俠石去過沒有 還沒去過 然後我心想你去完 但是原來我想一想 咦不是 我好像說過有些東西 你知道十幾年說過很多東西 我好像曾經說過 不知道前兩年有八十幾天 在台灣 然後就在Google記錄 去過那邊去那邊 哪裡還沒去就想去完 就是整個島還島 想complete了它 好像是我說過那些東西 然後我就立即在思考 咦香港我有什麼地方沒去過 香港沒有去過 我就決定做一個動作 就想著今晚做完節目之後 打開地圖 然後就括出來 看看究竟香港有哪裡沒去過 我就畫個紅點 就想辦法去完 但是原來香港幾十年 香港可能有很多地方真的沒去過 你不要說大嶼山 什麼東龍島那些 你不要說那麼遠 九龍也可能有很多地方沒去過 真的不奇怪 九龍哪裏沒去過 就是要打一幅地圖出來 點一下才行 有西佬帶有一個回憶 我打算做這個動作 然後就告訴大家 香港有哪裏沒去過 大家都可以加入一起玩 大家都可以在香港地圈裡圈下 你哪裏沒去過 然後大家笑 為什麼你沒去過那裏 可以笑一下 有時候都挺過眼的 今天說什麼題材 講了很多集香港亞洲題材 先講外國題材 今天講美國裡的都市傳說 話說美國我很多年都沒去過 我不是不喜歡這個地方的文化 我是不喜歡去的 因為我小時候記得去北美讀書 過境美國或者有時候入境美國買東西的時候 不知為何我感覺自己好像偷渡 那些人又看著你 又過一過境的時候又不讓你去那裡不讓你去那裡 就檢查你好像隨時準備偷渡 年輕人有點自尊心 就覺得有沒有搞錯 我又不是做賊又不是做什麼 我都是心想我偷渡你去那個國家那裡把春嗎 我就不喜歡 於是那些同學很喜歡拿車來玩 我就不去的 很臭串的我就不去 到長大了 去那裡幹嘛也沒什麼玩 沒什麼興趣也沒去到 但是自己很喜歡他們的音樂和電影 我想如果數十首歌 我是最喜歡的 可能有九首都是美國的 美國的爵士樂或者搖滾樂 電影可能問我十套最喜歡的電影 可能都有七套 七八套都是美國的 所以從小到大看他們的文化 長大就受影響 但我沒有想著再去這個地方 可能有生之年都不會去的 偷渡的感覺 小時候那個被人覺得 以為你是偷渡的感覺 太過不開心 有影響 影響了不想進去這個地方玩 但其實這樣想一下 好啊 昂貴 其實 當然 我心想大過了 現在當然明白 你那些糟糕 九十年代的時候 我們這些 周圍遠岸的人 大陸 經常偷渡過去做事 你那些人經常偷渡過去 那他怎知道你是什麼人 當然看著你 這件事很正常 人家保護自己的國家很正常 那你那些人真的偷渡 以前也沒有 那他也沒有 他不知道你是香港還是什麼 他以前的護照也不懂 你問他在哪裏 他都回答不到你 這個大了就明白了 今天講美國的都市傳說 對這個地方的觀感 我今天有十個八個地點都市傳說 就是關於喉斯頓 喉斯頓 大家聽過太空總處 太空中心就是喉斯頓 其實喉斯頓就在德州最大的城市 有二百三十萬人口 他早期是一些村莊 那些人很窮 原來我看資料很好笑 他說喉斯頓早期是靠豬來清潔街道 怎樣找豬來清潔街道 是不是拖著 可能沒有馬 他們太窮就沒有馬用 用一些豬 大隻的豬就叫豬走 拖著 就來清潔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另外 治安也很差 而且傳染病很厲害 在1834年的時候 這個新興的城市有12%的人死了 關於一種疾病 他叫黃熱病 12%很瘋 人口有十 十個裡面有八個多 十個裡面有一個多人死了 很厲害 真正的發展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有些造船業推動了喉斯頓的成長 後期到1961年 大家都知道 炭空總署有一個飛行中心建立了喉斯頓 加上喉斯頓也有石油的出產 令到突然起飛 變成了幾百萬的人口 今天就講喉斯頓裡面的一些都市傳說 因為它是很古舊的城市 以前很多人打仗或者疾病都死在那裡 他們迫於無奈很多時候發展的時候 建了一些醫院或者學校 甚至住宅有些墳墓在上面 所以他們極多都市傳說的喉斯頓這個地方 我第一個說的就是有一個公墓 有一個叫洪溪公園的公墓 叫做Helando的公墓 我上網找這個公墓 即Cemetery有兩個版本 有一個他們說非常小的公墓 就是途中這個 這個真的很厲害 它厲害了是什麼 它原來旁邊有車房又有摩 突然之間圍了一個地方 就可能放了十幾二十個墓地在裡面 究竟是什麼 這個要講講幾特別的地方 它可能是全世界最小的一個墓地 有機會是 其實它只是放了十九個墳墓 在這裡 我想在一百七幾年的時候 開始有人落狀 到最後有人落狀 就是1914年 有一個家族 也叫做Helan的家族 它當時死了的家人 就撞在這裡附近 到後來 不知道有些洪水 你知道Texas那邊有很多洪水 所以有一首歌叫德州洪水 有一首藍吊 說德州洪水很厲害 這個公墓 大家知道它的背景之後 它有什麼鬼怪 我不知道他們說 因為沒有去過 不知道他們說這裡有鬼 還是另一個公墓有鬼 另一個就是遠一點的 在一個叫做洪溪公園 原來有一個說法 如果你晚上經過 你會看到這個墓地 有些泛出一點點的藍光 好像我們有時候的海面 會出現一些藍眼淚 有些藍光浮現在這裡 就不是用手機 不是用LED燈照出來的 那些人說為什麼會是這樣 就引起很多靈魂的學者去調查 難道這些靈魂沒有安息 發出一些能量 就告訴別人 它還在飄浮著 然後有一些比較科學化的人就說 不是 它是這些墓地裡面的石碑 發出一些藍色光出來的 石頭也會發光這麼厲害 原來有一種石很容易會產生一種藍色的光線出來 而這個墓地裡面的石碑 很多都是用那種藍色發光物質的石頭 但是你說是不是真的跟鬼無關 又不是 他們有一個說法 如果你開車經過這附近 你去到一個彎位 你關了車頭燈 然後你會聽到四周八面 有一些以前可能打美國內戰的時候 那些軍隊操兵和在哭口號的聲音 有很多人就曾經試過聽到 我相信聽到士兵粗兵的聲音 應該是另一個墓墓 就是我土中這個 就不是這個吶士 因為這裡關了燈 也有街燈 你有街燈就什麼都可以看到 對不對 如果你說要晚上沒有街燈 應該是一些郊外的墓墓 才會做到這件事 好 講完第一個都市傳說 今天講了很多都市傳說 第二個都市傳說 就是關於1847年有一個麵包店 名叫做Lacarafi 是不是這樣讀法 Lacarafi 不知道是什麼法文 這個1847年這間麵包店 後期就變成了一個酒吧 它是喉斯頓坐落在國會大道裡面 其中一個最古老的酒吧 什麼鬼魂搞這間酒吧 原來以前有一個非裔的美國人 即是黑人 他的鬼魂就死了在這間酒吧裡面 他就沒有安息 可能以前有些種族歧視 就沒有好好幫他安葬 可能亂丟去不知什麼地方 令到非裔的黑人 非裔美國的黑人 他就沒有辦法得到安息 他就留下在這裡 很多來這裡玩過的遊客都見過他 他喜歡搞什麼 因為以前這裡是一間叫金賴迪的麵包店 後期就變成一個快遞店 就像順風快遞站 之後有人買了他做酒吧 他無論做快遞店也好 做麵包店也好 那隻鬼很喜歡飛玻璃瓶 你放了一些玻璃瓶 或者一些罐裝的東西 在牆裡面 你沒有推它 沒有地震 沒有風吹 那隻鬼很喜歡把它撥到地上 其實我思義如果這樣 就不是人的鬼魂 會不會是貓的鬼魂 你知道大家有養貓知道 貓很喜歡撥東西到地上 還有這個像是貓的動作 不過這樣說 有人見過他 有些女人會在上面 樓上樓下走上走下 他很喜歡推一些漂亮的女人 下樓梯 如果你不是漂亮的女人 男人不會推你 或者你是一個比較不漂亮的女人 他也不會推你 你穿得很漂亮 化妝了 花枝招展 你經過地樓梯 他會推你下去 很多人親眼見過 這裡一棟樓 旁邊也有棟樓 很大些的 好像鋁館一樣 不是這裡那麼小 有人晚上經過見到 經常都會站著一個黑人的女人 跟人揮手 後來有人問 為什麼有一個新的人進來住 我們不知道 就上去問他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上去看 一個人都沒有 很多附近的人都經過 這裡如果你去喝酒 你問那個老闆 或者跟員工聊天 他們都會說 普洛爾告訴你 這裡的歷史 以及那個人為什麼會留下來 他們有什麼恐怖的事情經歷過 或者曾經試過 他們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 擺了 可能擺了兩個 不是酒瓶 或者不是罐裝的東西 就在牆壁上面 看看一會兒誰會掉下來 他每一次擺幾樣東西 大家都是平底的了 不是有些原底 平底的東西 都是他們喜歡把瓶飛來飛去的 就是鬼是喜歡這樣 第三個說的都市傳說是關於Walmart 我自己就很喜歡聽超級市場 或者百貨公司裡面的鬼故 不知道為什麼我自己很喜歡聽 可能小時候就沒有錢買東西 很喜歡逛街 因為逛街最喜歡 逛超市和逛百貨公司 因為他有冷氣涼 我家裡沒有 就在那裡看東西 什麼都看的 兒童部也有看 大人也有看 看到沒東西也有看 連中橋百貨裡面也有看 因為裡面很涼 有一間Walmart 在侯斯頓 罵鬼罵得很厲害 自從1994年開業以來 裡面的鬼故層出不同之外 也是很多人記錄了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鬼故 這個Walmart 鬼哪裡來呢 我們推測 當然是他建在一個墳墻上面 又或者他是什麼亂撞崗那些壞東西 這個特別一點 原來以前曾經發生過一個颱風 在1900幾年 2010年的時候 經常發生颱風 那些颱風一吹襲的時候 很厲害 曾經造成過8000人的死亡 最近那次是摧毀了這裡 三分之一的建築物 這個是重災區 如果說颱風 這個地點就建在一間孤兒院上面 本身的前身是一間孤兒院 你這樣看就可以了 後期當然到了90年代才變成Walmart 這裡拆了很多年 為什麼這裡罵鬼罵得那麼厲害 要先說一說他罵鬼有什麼情節 首先他的員工說 他說經常收銀機會失靈 失靈就是有人亂按鍵 不知為什麼 可能你按了三罐可樂 六罐百事 五罐六寶 這樣才算 我想說二寶果汁 二寶果汁糖 賣了糧和二寶果汁糖 他跟你亂按鍵 接著如果你收鋪的時候 就要下閘 電子閘也是自己會開 自己會關 他裡面的電器 經常亂七八糟 一會兒告訴你為什麼 原來這裡前身 有一個孤兒院 名叫聖瑪麗孤兒院 他當時有90個兒童和10個修女 在風暴死亡 為什麼他們會死 原來有一次在1900年9月8日 當時突然之間有一個大風暴 在當地發生了 他震風的時速是超過100英里 每小時非常強 已經去到暴風的程度 在木屋之類 你一吹的時候 說真的就會爛 他不是石屎樓 那些修女就把小孩帶到女生宿舍的二樓 因為一樓已經被洪水沖爛了 他只剩下二樓 二樓可以逃生 他當時怕小孩很小 在孤兒院衝走了 一個綁一個 大家在二樓等 你也知道風大雨大 又入水 大家也很害怕 那些小孩當時唱歌 他們當時唱一首歌 他們還記錄下 原來他們很奇怪 還唱一首法國的一首詩歌 叫做波浪女王 後期當然祈禱或唱歌 很不幸地幫他們 令到他們在洪水裡 很不幸地死了90個小孩 還有10個修女 自從孤兒院荒廢之後 然後很多人輾轉做了很多事情 真正罵鬼罵得很厲害 就應該是94年開業的Walmart 為什麼Walmart罵得這麼厲害 他們的員工有說 不如說一下他裡面罵鬼的情節 他們這些鬼魂很多都是小孩 聽到小孩聲走來走去 他們在玩具貨架 譬如舉例 你突然間想拿一個奧帕文 變形金剛 大家都知道奧帕文 麥卡登那些 你還沒拿上手 公仔自己會動一動 還在說話 它內置了一些發聲功能 你沒有按鍵 用手指攻去按它 它是不會出聲的 但是你想摸那個公仔 那個公仔還沒被你摸之前 自己會說話 例如有些羊娃娃 她懂得哭 懂得裝作說話 很多電子裝置都會這樣 她不是用一個感應器 都是你要捏著公仔才會說話 如果真的壞 有沒有理由這麼巧 你每次想去拿那個公仔 就只是那個公仔會說話 其他不會壞 只有你拿那個會買的 這句話經常會發生 有些人試過 準備拿那個羊娃娃的時候 那個羊娃娃的眼睛在那裡斬動 剛好回來退貨 她說搞錯 她說之前不是有一個感應 我女兒走過去的時候 公仔會斬眼 在那裡微笑 她說回到家沒有這個功能 她說要退貨 然後那個人說 這個公仔沒有電子裝置 她的眼眉和嘴是不會笑的 她說剛才看到她笑嗎 她說是呀 我們準備去買公仔的時候 公仔自己對著我女兒笑 我女兒就買這個公仔 她說有些人曾經說過這件事 甚至乎有些員工 有時聊天 臨收舖的時候 就可能說 剛才為什麼有些收女 帶小孩來買玩具 她說哪裡有 她說不是 有 臨收工的時候 有一堆收女 帶著小孩 十個八個 在後面買玩具 有些人說沒有 真的沒有 看閉路電視 什麼都看不到 還有小孩 他們那個年代 死的 1900年的時候 沒什麼特別的東西吃 就是吃麵包 所以那班小孩很喜歡吃麵包 他們有些時候 會上班的時候 在Walmart的麵包部 就經常見面包 掉落地 他們很奇怪 誰把麵包丟到地 就四處看 很多時候 在地下 就會發現了小孩的腳印 走來走去 全部都是小孩 這些故事 有些員工全部都記錄下 想用來賣故事 或者賣給荷里活 拍電影 你問他怕不怕 這裡有鬼在這裡上班 員工說 我不怕 因為我們看過歷史 知道這些修女和小孩 是風暴裡面喪生的人 但公司有說 你們不要說那麼多 免得影響了人 最恐怖的 有一次 2008年 在Texas 有一個颱風 叫做艾克 那個颱風過後 那些人沒有食物 又或者 不知道怎樣去買食物 因為道路封閉了 Walmart就很好 他跟員工說 你們回去開店 如果有些受損了的物品 或者有些食物 未變壞 但不太能賣 你們拿回去吃 送給你們 Walmart就這樣跟他說 員工當然回去Walmart 拿東西吃 或者拿一些日用品 頂著當 他們一進去店 就沒有開門 那間店 突然聽到 那些小孩在跑 跳的聲音 他們心想 哇 很危險 把小孩在裡面 跑來跑去 就想要找回這些小孩出來 做一個全面搜查 整間店封了就找小孩 誰不知什麼都找不到 一個小孩都沒有 只是在地板裡面 找到很多有泥的腳印在裡面 只是找到這些 其實都挺可怕 有一個員工 他就記錄了很多這些鬼魂的行為 你猜那些鬼魂最喜歡玩什麼玩具 你猜是不是皮球 那個年代 被皮球的小孩已經很開心 你不是現在這樣 被皮球的小孩 被小孩都踩你了 不玩這些 要玩一些厲害的東西 那個年代的小孩可能喜歡玩球 你猜那些鬼魂是最喜歡玩什麼玩具 你猜玩球就錯了 原來小孩有新東西就玩新東西 那些小孩最喜歡玩電子玩具 他們最喜歡把它開開關關 開開關關 如果有球他們是這樣的 你有時看到那些球 全部進去這些鐵籃 應該不會掉出來 你不是拿手伸進去 找個球出來 這球不會無緣無故掉在路邊 但是這間Warmark是很特別的 那些球整天都會自己掉出來 不是有人搞的 不是有些客人拿回來的 經常都有 甚至乎有些員工在附近收拾貨 可能背著球在收拾貨 突然之間聽到裡面 好像打皮球那樣 打落地的聲音 啪啪啪啪啪 不停地拍球 那當然是轉頭看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當他轉頭看的時候 一個人都沒有 但是繼續聽到拍球聲 那你怕不怕 他們就立即避開 走遠一點 可能出去喝杯水 吃個蛋撻才回來 回來什麼聲都沒有 其實當時是沒有客人的 他們就知道鬼魂喜歡玩球 不過他們大部分 整股人那些 就是會開關一些電子裝置的玩具 這樣去整股人的 那些鬼魂最常出現的時間 就是半夜的1點鐘 1點鐘 有一次都幾危險的 曾經有一個滅火器 無端端一聲 整個飛了去一個小女兒 向小女兒飛過去 幸好小女兒前面有一個購物車 這些購物車擋住了滅火器 那滅火器一砰 一砰射到這個購物車的時候 這個購物車整個是彎了的 不知道是不是很像一些失修 日久未到期的滅火器爆發 但不會 Wallmark這些大機構 滅火器的裝置定期會有人檢查 如果到期就會更換 你不是加利大廈以前這樣過期 檢察的人員進去被爆裂了的滅火器 打斷了手 你不是加利大廈那些 這些全部的滅火器 不會過期的 都被告到癡筋 不會的 他們就覺得 那個小孩亂玩 就搞爛了滅火器 差點射到一個人類的小孩 當時就是這樣 最恐怖的就是 有時候有一個地方就是賣一些瓷瓶 就像瓷瓶那樣的 sample 那些小孩可能看到瓷瓶很漂亮 就是印一些手印下去 經常都拿一些手印就拍到瓷瓶 所以他們經常擦來擦去 都看到這麼多小孩的一個手印 還有一些員工會特意拍一些公仔 譬如那一陣子的公仔 他們已經放好貨在那裡 就會拍一張照 然後過多一天之後 可能早上上班的同事就再拍一張照 大家就提 昨晚你放貨 和我今早上班的時候 那些洋娃娃的眼睛有沒有轉變 居然他們拍那些短片 曾經試過用短片錄下 有一個洋娃娃沒有電子裝置 眼睫毛要自己用手動去推上推下 即是手動洋娃娃公仔 那個洋娃娃在一晚裡面 開合了13次 這個真的厲害 13次 不是一次半次跌下來 一次半次跌下來 就是它鬆了 又上又下又上又下 一定要有外力才可以做得到 於是他們被 這間Wallmark被譽為 最猛鬼的一間Wallmark 香港如果說猛鬼的 超級市場或者百貨公司 不如下個星期做一做特輯 香港猛鬼超級市場的百貨公司 看看最猛鬼哪個 都有的 不多 你說來講去都是幾個商場 只是有的 但美國也是很大 始終他們人口幾億 幾億 就不像香港只有幾百萬人口 地方大了 無數的地方 香港簡直是一個微塵 我們的百貨公司 沒有人那麼多 我們的百貨公司 都是 那些鬼故都是源自於早期的日式百貨公司 或者那些以前大大的鬼故 也有的 原本據報的都是這樣 但沒有他們 沒有歷史背景 香港的百貨公司 不會說什麼孤兒園改建 沒有這些東西 香港永遠都是孤兒園 不會拆掉它 用來做百貨公司 沒有這些東西 始終外國有些鬼故 有一個歷史轉接的背景 令到他們 比較多元化一點點 但他們沒有我們唐人的鬼故那麼恐怖 始終唐人鬼故加插了一些恩怨情仇的東西 很多怨氣 我們唐人很多怨氣 對很多東西 鬼鬼死了就死了 他知道他是鬼 他不怕 他也是鬼 小朋友在玩 但香港不同 沒有父母 他待會要搞你 又妒忌你 見你兒子英俊 又想畫你兒子的臉 見你女兒的裙子那麼漂亮 又想割爛你女兒的裙子 他沒有爸爸媽媽 你想生小朋友 他不讓你生 又想自己投胎做你的兒子 搞到你肚子都不行 一顯示唐人 就有很多怨氣在裡面 就算了 待會回來再說一下 投資頓還有什麼特別的鬼故 有些越說越多 或者挺恐怖的 待會回來第二節再說